工作者就已經,知道嗎? 也是一樣,他們的排練是拿不到錢的 只有在演出的時候才知心 他們的所有的早上的排練或者是 表演時段以外的排練 是不知心的 那你要自己去付你的車錢啊 或者是付你的早餐錢啊 所以很多表演這些五娘 他們通常就是餓的肚子一直到 可能快要上場表演前 才去小酒吧還灌一杯啤酒 讓自己有個飽足感這樣 就上場表演 到後來,都是到了最後表演結束 今天凌晨,午夜過後才 他們會大隊的腦袋去吃飯 然後都是吃,就是已經冷掉的食物 所以他們,所以在翻一本書 的時候你會感到一種情緒 就是飢餓跟冷 你一直覺得手腳冰冷 然後冰,然後你一直在想想想 妄想說有一個溫暖的房間熱場這樣 就是在他們這些表演者的 對話裡面可以聽得到 然後,剛好剛好我去 去年去到巴黎的時候也有 有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這個秀場他要拱手讓人 就是你看這種 做這種大隊人馬表演的 他不要經營了 他在拍賣他所有的 所有的那些海報啦 還有舞台表演的布景啊 服裝啊這些 這是一個排賣 排賣之前的一個 公民座參觀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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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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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時段 要去去參觀 他是,他叫做 Fully Black Shed 台灣可能翻成 女神遊異廳嘛 就是,除了紅魔方以外 當時還有一個地方 會表演這種 歌舞秀 那他們現在就是 整個秀場 要換過經營方式 但是不經營這種 大隊人馬的表演了 他們就只要保留那個空間 然後經營一些 可能很有名的一些 好賣的一些流行 可能流行歌曲表演 或者是 流行舞台劇 或者是做什麼 外面秀的演出 就沒有 就不再做這種 每天晚上就大隊人馬的 表演的 那這是一個拍賣 拍賣會 所以就發現 可以發現他們那個 OK 這個 這種表演 秀場表演 文化也開始在四圍 你這樣回去要上一張 上一張 上一張最右邊那個人是誰 那是我披著羽毛的狀況 就是他們這種秀場 就是強調羽毛啦 還有亮片啦 不過這個 這個已經是 六七年年代以後了 可是好像也會刮傷了 然後 就是說他們做了很多飾品 有 有飾品 你看他們要戴在這種 螺庭的身上 是不是 也是 就是那種銳利的感覺 跟這種細緻的皮膚 其實在過去 對 然後這個是一些 這主要這些道具 當然就是六七 七零八零那以後的 就是一個 近代的一些 曾經表演過的 一些道具和戲服 現在是拍賣 還有這種舞台 然後會做一個舞台的 模型啊 還有一些海報 這些都是在現場要拍賣的 這是其中一本那個 秀場後台 不是拍賣 這是原書 秀場後台的一個原書 然後他是 怎麼說他 這本書是有做那個插圖的 雖然1913年出版 然後到後來可能在60年 在50年 在其他出版之後去找人 做一些插畫 剛剛我拿著那個大本書裡面也有 後來 就是穿這場 還在插畫 畫那個秀場 那是秀場的這一景 這樣 不過我沒有找到這本 這本書的實體 就是剛好一個書給這樣 然後最後我去拜訪了那個 克萊特的在 巴黎第20區的一個 他的墓園 這個是 就是他們當時進行 脫障的那個 墓園 我去第20區 那他是之後跟他女兒合葬在一起 就是 裡面有他的 莎特有也是葬在這個地方嗎 這裡面 這一個墓園 叫做 在巴黎第20區 他葬 裡面葬了很多有名的 不管是作家 哲學家 或者是 歌手也有 像那個 ADPF也葬在這 然後 還有 就是他們那個 玫瑰人生夢的 還有那個什麼 馬賽夫斯特也葬在這 那個 寫小王子的 正修 玫瑰的張彈 就是 真的很大名 算是巴黎最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人 欸 大概就是 講到這裡 好 那我們就 謝謝了 黃君 我們 謝謝 還有我們 本來是想說 還要再看 看一下那個文字 可是那個文字 如果用念 會 有點 因為我覺得還是 有些東西還是用看 因為它不是那麼 聲音性 因為你當你翻譯的時候 最難翻譯的是聲音 然後我們可以翻譯它的影像 它的意境 它這樣 但是就是沒辦法把那個聲音翻譯出來 然後包含它怎麼去玩那個文字遊戲 它裡面提到文字遊戲 大家都要看法文的時候才會理解到它在 比如說奔跑的感覺 或者是 那個飢餓的感覺 大家都要看 那個 那個 原文才會表現出來 那 同學妳還沒有在內容的部分 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哪一個段落 讓妳最有感覺 哪個段落 我自己是很喜歡那個 最後那個 那個 尾段 有一個章節是講那個跑龍套的 我是覺得那個裡面的那個 這個整個劇情 劇情起步很大 他是 他是